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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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不对 那这次的最后变成一个使管法 我们人民最担心的 而且最愤恨的 竟然没有列入议题 没有列入原因是这个推给那个 那个推给这个赵天林推给吴玉生吧 然后这个吴玉生又推给什么柯建民 然后这个柯建民又说 他跟这个蓝颖已经谈好了 可是最后呢 议程里面没有放进去 是大家好像都忘记了 你们这些老狐狸老将 你们在整黄世民的时候 怎么都没忘记呢 你们要打电话 这个让自己的司法案件 这个不请诉 过关的时候 怎么没忘记呢 不要骗人好不好 这使管法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就是一个什么反转举证 这个田丘警停出来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意见不同 为什么这个举证反转 有谁会意见不同 一定是厂商吧 因为举证要叫厂商举证嘛 对不对 所以又跟财团在鞠躬 那跟财团鞠躬是谁呢 我跟你讲啊 各位 王金平还是要算总账的 好 所以搞了半天是这样子吗 我们说到 假了一年之后 大家发现房价问题 相信所有老百姓 都还是非常去关注 那如果政府的努力 是为了真的是要 让房价的透明化持续 让实价登陆走得更健康的话 那他已经决定要服役 那就去服役吧 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 老百姓你关注的只是数字 有没有做调整 但现在整个视频 卫生管理法最后 根本没有排进议程当中 而接下来的副议案 要开临时会 他会在这个时候 也得到立法委员们的关注吗 还是像刚刚 绿寇姐讲的恐怕很难 因为财团的压力 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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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只是绿蓝 也承受不住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 前面 有点 有点 任何